已经很久没有出游了 深秋的早晚感觉有些冷凉 看着外头阳光明媚 不冷不热 非常适合外出踏青 出去走走吧 平日的八卦山 没有吵杂的人群 宁静的气氛让人感觉很放松 大佛前的广场上 有着暖暖的阳光 吹着微微的冷风 观景台前有着极佳的视野 可以清楚看见 不远处彰化市区的街景 但是听不见隆隆的车流声音 静静的看着山下的云云众生 体会着大佛眼中的花花世界 不远处传来聊天生 一位阿姐说 她家隔壁的小美女 被她老公家暴 听说打得还蛮严重的说 还有一个阿公说 最近中部的空气很不好 要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改善一下 我双手合十 祈祷大慈大悲的老天爷 可以听见这些民间的疾苦 佛法无边就苦就难 阿弥陀佛 想去山下的武德殿走走 穿梭于四通八达的登山小镜里 很快的就到了 只可惜我们来太早了 只能在周围拍拍照 小绕一下 旁边的节笑词感觉也很美 最遗憾的是 没吃到八卦山脚下的烧肉圆 不过没关系 彰化很近下次再来吧 这些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整个世界似乎是快要停止转动 虽然已经是解封了 但是戴着口罩 似乎是已经成为生活中的日常 经过长期的压抑 或许会改变人类的思考模式 让人变得易怒变得不理性 不过在安全无虑的状态下 适度地做一些 让自己觉得快乐的事 像是打打球啦 爬爬山啦 消除一下 这长期累积的郁闷 说真的 这年头 平安就好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